本地血库告急 最新的数据显示 过去一周的捐血量只有324个单位 比一般的350个单位少 卫生科学局指出 目前适逢学校假期 低捐血量的情况预计将会持续 当中O型血更是供不应求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红十字会最新数据显示 今天的血库存量中 A加和O加型的血存量都处于低水平 卫生科学局回复本台询问时表示 长周末河学校假期期间 由于更多国人出国 因此捐血量一般都会减少20% 拥有超过10年捐血经验的汤永恩认为 捐血宣传应该做得更多 由于需求量大 O型血最容易出现波动 目前当局已无法满足医院的使用需求 每日捐血量远远少过使用量 这个问题在长周末时更加严重 针对血红蛋白较低的捐血者 需要等待28天才能够进行下一次的捐血 而不是过去的14天 卫生科学局表示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捐血者 大部分无法在较短的等待期内 达到所需的血红蛋白水平 因此才把等候时间延长到28天 34岁的龚婉立曾因血红蛋白较低而被拒捐血 如果我们有次铁资方面去补充的话 每一个星期大概我们的红血数字会上0.8到1 四个礼拜大概足够的时间 来给我们将从贫血上升到1 level 我们能够间血 14个星期里面你吃一些补帖的 四个星期过后你再打回来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变成他们有一个目标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